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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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橋都斷掉了 整個都倒掉了 就是二樓的橋面 這個是窗台 已經倒平了 整個建築物 整個島 大家好 我是藍軒 23年前的921 對台灣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傷痕 因為在那一年的地震 帶走了兩千多條的人命 造成了上萬人的受傷 而在我身邊的這個東興大樓 看著貼著吉祥如意 但事實上在當年整個大樓崩塌 有87個人因此而喪生 一直到2009年 在原地呢 重建起這樣的大樓 也因此在今天 原本應該是一個紀念的 是一個提醒的日子 但是沒想到呢 就在幾天前 台東接連發生了 規模6.4跟6.8的地震 在從來沒有出現過斷層帶的地方 突然之間有那麼大的能量被釋放 而且到今年為止的話呢 已經有8起規模6以上的地震發生了 南無神對台灣來說 又進入了一個地震的活躍期了嗎 到底為什麼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相關的一些細節 跟需要被關心的地方 我們今天帶著一一的去進行探究 918台東大地震造成花蓮玉裡的 在一處三層樓屋設倒塌 出動大批搜救人員 把握黃金救援時間 趕緊將受困民眾救出來 受困的4人已經全數救出 無獨有偶 半年前才修復啟用的高寮大橋 也因為強制扭曲變形 斷成好幾節 地震當時有一輛貨車 一部機車共3人 跌落橋下 幸好順利就起送醫 通往玉裡的兩條大橋 高寮大橋斷裂 另外一條玉裡大橋受地震影響 中間隆起無法通行 只能趕緊修復 否則玉裡對外無法通行 918台東規模6.8強震 地震威力相當於 8顆廣島原子彈的威力 造成花蓮和台東多處災情 到18號晚間7點 震災已經造成1死79傷 未來一周不排除 有規模5以上的雲震 23年前 九一大地震震驚全台 在九一大地震23週年前夕 又發生大地震 也讓民眾心情特別緊張 根據台灣氣象局分析 這次地震是因為 在中央山脈下斷層所引發 可能累積百年能量 18號到某個點才開始斷裂 極可能是未知的新斷層構造 邀請到的版鄧嘉賓 是在台灣曾經擔任的時間非常的長 而且在23年前的921地震的時候 他就是我們氣象局的地震側報中心的主任 他現在已經退休了 他是前 算是前主任 郭凱文主任 來擔任我們的版鄧嘉賓 好好聊一聊 這一次的話 整個地震的狀況 哈囉 主任你好 主任你好 還有各位觀眾大家好 對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說 你經歷過921那一次 所以那一次的話 整個的能量釋放是很可怕的 我記得你那個時候有說過 是120顆原子彈那麼強的能量對不對 120顆是在921要發生之前 在地底下虛積的至少有120顆 前前後後的 對 就是在921發生之前 地底下已經至少虛積了120顆原子彈的能量 只是我們當時不知道 後來就突然碰到921大地震 那一年也沒有完全釋放 就是只釋放了100顆 所以還剩下20顆是留在後面 那個陸陸續續釋放 我們是事後整個去統計去計算 才發現說 那個921之前是有120顆 那一次的話7.3對不對 對 7.3 那這一次的話是一個6.4 一個6.8 那就這個能量釋放來說的話 差別多少 差非常遠 就這一次的連續兩個 一個在台東觀山 一個在台東的池上 但是這兩天的新聞講到說 比較確定是在中央山脈的斷層帶 其實地震對於台灣來說 我們是坐落在這麼多地震的地方 其實我們真的應該很去知道 我們的哪些地方可能比較危險 所以主任這邊有特別一張圖 我就比較好奇 是不是請主任告訴我們 為什麼這一次發生的地震 不在我們所理解的斷層帶裡面 那它到底在哪裡啊 好 那個 就是說這一次的那個斷層 我們叫做中央山脈斷層 那中央山脈斷層可以從那個 花蓮的很北邊 就是外海這邊 就是拉進來 然後它沿著那個中央山脈 跟那個台東縱谷之間的那個邊界 一直下來 甚至於一直到這個 那個恆春半島這邊 所以這邊整個台灣這邊是我們的東邊 那這一次的話發生這個地震的地方在池上 對 池上 那關山 關山就是在池上的南邊一點 好 所以關山是9月17號規模6.4 然後呢 池上是9月18號規模6.8 好 所以這個地方就你剛剛講到的 整個的中央山脈在這個地方 對 那主任你是專家 你告訴我們就是說 那事實上真正台灣在哪些地方 比較容易發生地震 因為我們這邊是一個 我們剛剛講的是一般老百姓 經濟部的調查嘛 2000年 對 一般老百姓都是認為說 自己住的地方不會發生地震 這是一般老百姓 那專家10個的話 有9個都認為在嘉南 因為嘉南過去的地震最多 真的 所以怎麼說大家都 想來想去都是 加南 沒有人預測那個 就是會猜說會是在 所以23年前 竟然是在集集這個地方 之前對 但像現在說 再去問專家說 你認為下次地震會發生在哪 當然還是說加南 但是我比較不認為是在加南 因為我認為我們台灣 最嚴重的還是在東部 因為我們東部是 貝利坪海板塊 跟歐亞大陸板塊的交界 沒錯 因為這個地方 玉里有一個玉里大橋 對 那個大橋上面 現在是很多網紅打卡的景點 它就會在那個大橋上面 一邊腳 一邊是貝利坪海板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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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你就可以橫跨兩大桌 對 橫跨兩個板塊 所以這邊就是反而是地質最不一定的地方 我認為這個能量累積最速度最快 然後那個搓洞也最嚴重的 其實還是在這個板塊的邊界上 那板塊邊界有包括中央山脈斷層 包括中央山脈 包括台東縱谷 包括海岸山脈跟這個外海 就是有分這幾個代表 我認為這邊的那個地震 才是真正的最火要 所以這邊的地質是華東 對 華東 所以最近有這個說法就是說 我們的地震越來越往北 所以意思就是這個樣子嗎 還是會再往北 沒有 其實這一次我們現在的那個 大概就只在這裡而已 都還沒有跑到瑞水這邊 其實大概就只有在這裡而已 沒有說真的很往北 這樣子 那如果說這邊的能量 這一次釋放掉了 那接下來就會比較往北嗎 是這個意思嗎 1951年的時候 是北邊那個幾個規模7.3人 然後南邊有幾個7.3人 反正就是整個縱谷 那個一直跳來跳去 都有 所以在1951年也是能量釋放非常多的一年 這樣子 對 那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說 這一次即便在短短的一年當中 就有八個規模六以上的地震 還不足以釋放 所以未來還是會集中在華東 還是會地震多 其實陸續有一些釋放 因為今年那個八個已經大概釋放了 19顆原子彈的這個能量 那超過一年的平均值八顆 所以其實那個還是有釋放 好 主席我請教您 就是說我們剛剛講到這2000年統計的時候 總共有42條斷層 那最新的剛剛主人跟我說 就是2021年去年統計是36條斷層 哪裏分布最多 跟你剛才講到的以花東為主 其實我們應該從第一年開始講 第一版它是在1998年調查的 它有51條 51條 對 51條那是台北最多 台北最多 對 那時候 天啊 那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對 斷層最多 可是它斷層推出來以後 大家都說不對 就是 怎麼會 人口多的地方多呢 是這個意思嗎 反正大家都不喜歡 就不喜歡 對 就是我們舉一條最簡單的例子 就在101大樓的旁邊 有一個台北斷層 那台北斷層後來就拿掉了 本來是在第一版51條裡面有 那現在至少台北斷層就拿掉 那當初台北斷層要拿掉 我們地質學家分成兩派 有經過激烈的那個辯論 那大家會很好奇 我是在哪一派 我是反對派 我是贊成把台北斷層拿掉的 這樣子 因為你台北斷層沒有拿掉 101不可以蓋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事實 就是說因為台北盆地 過去曾經也擠壓招山 但是現在沒有擠壓招山 現在是在擴張 那你台北斷層 它是一個逆沖斷層 你逆沖斷層要擠壓招山 才會隆起 那現在根本沒有招山的力量 所以它只會變成正斷層 它只會掉下去而已 所以我覺得招山的力量不在了 那後來我們這一派贏了 招山力量不在 意思是說它不穩定的狀況 對它不會再推極 比較少 它不會再推極隆起 而是它會漸漸陷落 它會漸漸拉開 會漸漸陷落 所以後來就是我們開過那一次會議以後 把台北斷層拿掉了 所以您這個意思是不是跟現在斷層 也有在討論說 它是屬於活動斷層還是不活動斷層 是這個意思嗎 是是是這個意思 這樣子 所以北部斷層多 但是北部不活動的斷層也多 是這個意思 對反正就是那個 這個就有各種理由 就慢慢就把它拉掉 了解 所以我們的斷層的數量 逐年減少 就一直減少 第一版的時候51條 第二版的時候剩下那個42條 那第三版的時候剩下那個33條 33條 然後第四版的話 你們看到了 現在好像有36條 對 所以某個程度上也跟我們台灣 因為地方很小 其實適合居住的也不就是這些地方 如果都是有斷層 然後被鑑定出來的話 其實會造成 對就是說 蠻多的紛爭 但是這個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呢 也不知道 因為譬如說赤隆埔斷層好了 那因為它那個 是劃起來 然後兩邊要先進 對 可是我另外一派我這樣說 我說你知道 車輪斷層什麼時候動過嗎 273年前 那它現在已經 既然動過能量釋放 那現在不是很安全嗎 就說我們來這邊買房子 我們來蓋 但是我們只要給後世子孫留一封信 就是說到了公園什麼 2300多年後 你們趕快搬家 把房子賣家 那我至少不是還可以 可以那個 來那個活用一下 對 所以主任其實講的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對於台灣來說 我想或者對於全球 就是說只要是在地震活躍的地方 你到底這些地震帶 一方面又希望不要 不要蓋房子 造成 又希望不要蓋房子 導致萬一地震發生的時候 造成過多的傷亡 但是又不希望造成過多的 擔憂 這時候是不利用 導致 對不利用 因此 尤其是像台灣 地方這麼的小 那所以到底應該如何的去取捨 這個當中其實對台灣來說 是一個蠻微妙的話題 我們休息一下帶回來 我們剛剛談到的有關於這個台灣 這一次的地震讓大家又重新的 坦白講23年前時間是過得很久了啦 很多現在的話呢 你說像大學生根本就還沒有經歷過921呢 所以對他們來說 他可能並不知道台灣發生過那麼嚴重的地震 那對於一些中年人來說的話呢 確實與寄有存 很多的那種夢魘就回到眼前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說 這個中央山脈這部分 事實上並不在我們調查過的 不管是哪一版的這個斷層帶裡面 那所以呢 所以剛才既然剛才主任講到說 整個的東部山脈 這麼多事實上都是屬於歐亞板塊 跟菲律賓海板塊 這邊可能礴撞交接的地方的話 那麼是不是應該把想辦法 畫清楚出來一點會好一點呢 那這個調查都出來嗎 假設說要做透過地質地表的那個 勘察的這個手段 真的是有點困難 就是沒辦法把它畫出來 但是如果說 我們透過那個地震的這個手段 就是說把它這邊過去的那個地震 詳細的去記錄一下 然後哪邊有那個地震 然後看可不可以把它連成 有一些線性構造 然後去推測它比較精確的這個位置 然後供以後那個地震定位的時候做參考 那我想這應該蠻有幫助的 但是現在有在做調查嗎 調查得出來吧 我們現在只能靠地震慢慢的累積 你說要等到它地震發生了 然後做記錄下來 對 然後用有點像是排去法 用那個地震 就用那個鎮央 就是代表它那個破裂帶在哪裡 那個漸漸把那些線連起來 給排除掉 透過地球物理的那個手法 慢慢把那個重量山脈斷層的那個原貌 把它把它還原出來 這樣子 OK好 那這剛剛主任只是舉例而已嗎 還是目前確實是第三段 目前看起來 沒有沒有我只是舉例而已 舉例嘛 那目前看起來的話呢 比較可能再發生地震的地方是哪裡 推算得出來嗎 在東部的話 東部 其實我還是覺得說那個重量山脈斷層 那個其實過去也不是完全沒有在地震 像那個就是豐田就是那個壽豐鄉 在去年的4月18號也發生過規模6.2的地震 之後它的那個餘震也非常非常多 所以其實在重量山脈那一次 也不斷地開始那個 它其實就是每隔兩三年就有規模6的地震 但是有時候北一個南一個中間一個哪裡 跳來跳去 所以你也不容易看出一個規律 但是其實是都是有能量在釋放 因為我們貝利賓海板塊 事實上兩個板塊那個是持續在運動 還是全世界那個最活躍的幾個地區之一 這樣子嘛 OK所以還是不能夠掉以 還是不能夠掉以輕心就是 對 那另外我有一個疑問就是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說 可能通過紀錄的方式慢慢慢慢可能把它 畫出來知道哪些地方的能量 可能還沒有釋放到太多 可能要稍微注意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就算能量釋放了 我們看到的鎮央 在跟這一次造成災情的地方 其實有點距離耶 比方說像這一次 台東明明是觀山跟池上是鎮央 但我們發現災情最嚴重的地方 竟然是花蓮玉� 甚至我們還看到其他縣市 可能突然之間有什麼豆腐紮工程 也就晃來晃去也就是倒成一片 對 所以其實 一個就是說 鎮央到底是在哪個位置 那鎮央最簡單的就是深跟淺 如果鎮央比較深的話 災害通常都會減少 對 那地震淺的話 它比較容易破到地表 所以那個災情也會比較嚴重 對 那至於是不是說 你離那個鎮央近的那個地方 災情就一定大也不一定 所以你鎮央的那個上面 是很堅硬的那個岩層 那上面蓋的那個房子 應該也不會太 比較不會說真的被破壞的這個很嚴重 臺灣確實斷層都是一個事實 那所以我們剛剛講到很多的 那最後的話我想 對於目前像這樣子一個 那麼多地震的狀況 第一個 面對未來 是不是比較可以放心 因為主任說 通常今年假設比較多 那就代表明年會比較少 對 所以這個部分是一個 那這個就是說 真正的如果說是 比較提高警覺的一個問題 那個做法應該怎麼樣子 會比較好一點 其實那個最近在競選 那個反正每一個候選人 都有提到那個杜庚的那個問題 那其實老舊的房子 有的都已經超過四十年五十年了 的確是在那個地震來的時候 因為九一以後 整個耐震設計規範有大幅的翻修 但是老舊的房子 可能真的就是比較不足一點 那如果說能夠透過那個 新的耐震設計的規範 去好好的蓋 那個 而且就是蓋的那個房子 對比較年紀大的 也有電梯那些可以用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好像 他們提出這個都是一個夢想 就是說真的要去做杜庚 還是會碰到很多的困難 但是我是那個 你是說防震係數嗎 都沒有做到嗎 防震係數就是在九二一以後 有很大幅度的修正 對我記得好像有改善很多 但是距離你的標誌 你覺得還是有差 就是九二一之前蓋的怎麼辦呢 就是老舊的房子 而且老舊的房子 大概住的人年紀也都比較大一點 沒有電梯 所以那個就是問題很多 當然杜庚也是一個耐震 就是防震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手段 對OK好 所以這是一個就是說 九二一之後房子的房子 其實都好一些 但是之前的 可能需要靠杜庚的手段 一併地去解決它 對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就是說我們這個地震帶 我們這個斷層帶 公布公布的問題 公布之後要不要強制它 在斷層帶的兩邊 目前是說兩側15公尺之內 公共的建築就禁止蓋 但寧間的話呢 就只能蓋兩層樓 就你這個地震專家來說 就是我們到底去做了調查 調查出的這些斷層帶 大概應該怎麼去看待它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它到底什麼時候會真的震 是200年後 還是說其實我們現在 就應該很難一起到底 風險真的是很難評估 就怎麼評估嘛 就是很難評估嘛 因為我們車龍普段震 它的那個週期就是273年嘛 那你隔那麼久對不對 其實我們不講別的 我們就講台北 台北以前在1876的時候 有一個大地震 那震完了以後 整個台北湖就陷下去 就變成康系台北湖 就是康系台北湖 那這個它的週期是多少 是快要到了嗎 還是還有1000年 就是它的週期如果是1000年一次 那我們現在是不用擔心 那如果說已經快要到了 那那個一震整個台北噴堤又陷下去 那就會可能變成水都威尼斯這樣子 因為你說地大物博這地方也就罷了 台灣因為又是一個地小很稠的地方 而且當然台北市的問題就很多 台北噴堤本身 其實老實講它的那個地質環境 就不是很好 因為台北噴堤它是一個噴堤 那地震波從岩盤周圍進來以後 因為你那個地震波從硬的要進入軟的很容易 那軟的要出去硬的那個就不容易 就像我們的手放在兩個桌子中間 兩個桌子一推你的手被夾住痛的要命 那因為其實硬的東西它本身不太受力 那所以你那個地震波一旦傳進台北噴堤 要它再出去它推不動那些岩石你知道嗎 所以地震波只能在軟的那個土層裡面 一直跑來跑去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們台北噴堤有一個震動周期 大概1.6秒 那如果我們蓋的這個房子 又是差不多那個16層樓 然後有時候運氣不好 就是突然那些會發生共振 所以其實其實 有共振問題 有共振 盆地效應還有共振的那個問題 然後另外整個台北盆地 你知道以前都是一些爛泥巴 那個還有地質也不是很堅固 所以問題很多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遷渡好了就是 把那個台北盆地那個遷渡 因為我覺得我們不但沒有做遷渡的準備 而且當然我也住在這裡 那還一直把那個蓋捷運什麼的 不斷地把錢投出在一個地質條件 一個在地質地形條件不是很好的地方 對 我覺得像我們隔壁那個林口台地好多了 那個林口台地那個下雨又不太淹水 然後它又高 然後它都紅土力十成 它的那個地質又很堅硬 當然我強調我在林口台地沒有 沒有買房子也沒有 也沒有什麼 但是我覺得那邊 要比台北盆地要好得多 真的 所以如果意思是如果真的要你建議的話 你反而會覺得說 台北這個地方其實不適合 繼續的過度的建設 對 你甚至覺得應該遷都 不是 因為我覺得我們人有時候太聰明 但是聰明我很被聰明悟 你知道全世界地震風險最大的是哪裡嗎 就是東京 那東京為什麼它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 因為它是四個板塊的交界 它是太平洋板塊 菲律賓海板塊 北美板塊跟歐爾大陸板塊 四個板塊的那個的交界 那那個為什麼它變成東京 一個世界級的那個大城市 那我也想不出我們台北 為什麼變成一個 一個這麼大的一個一個城市 事實上 那它怎麼去面對這樣的問題呢 四個板塊都在這個地方 然後它去在這個地方上面 蓋了一個那麼舉世文明的國際大都市 所以它做了什麼樣子的防震技術嗎 還是 也是最近才發現的 最近才發現的 最近才發現的 對 那他們有像我們這樣的一個討論嗎 就擔心 所以是不是應該要 繼續發展還是必須要去做什麼樣子的改變 有嗎 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討論 然後那個 而且富士山也離東京也不遠 那富士山他們也一直說這個可能快要爆發了 所以那個除了地震還有火山還有很多問題 我覺得現在人類的問題好像非常多對不對 對 又是急熱又是急冷又是乾旱又是洪災又是地震 對 又是海嘯 對 對 就是問題很多 那你人口特別多的地方 問題就特別大 對 那最後你有什麼樣的建議嗎 其實也沒什麼建議 因為就是 大家快快樂樂過日子 就好 就是說 對於那個 我們周邊的人 盡量去關懷去照顧 自然哪一天碰到了就算了 主任說明年是會一個非常好的年 明年 我覺得明年可能是一個地靜人安 地靜人安 對 就是不會像今年怎麼樣一直搖來搖去 因為今年的能量都釋放不掉了 對不對 對 所以如果不要想到太遠 對 就是至少明年會是一個好年 對 OK 好 今天非常謝謝主任接我們的訪問 謝謝 OK 我們總 uw煩你 Phase 情 czym 是 explose 與 好 因為 , 再 發